大家好,歡迎來到廣東話大圈子 我是一心 今天我要教大家怎樣在蘋果產品上 免費用廣東話打中文 學新東西 我本身都是用蘋果的電腦和手機 但是我就是用促成的中文輸入法 我相信在香港大部分人都是用蒼蠍、促成和九方等等的輸入法 就比較少會用粵拼或者其他廣東話的輸入法 但是我知道對於一些廣東話或者中文初學者來說 用拼音的輸入法就會比較方便 因為用促成蒼蠍之類 首先你一定要懂得寫中文字 然後再拆解字 就比較複雜 所以今天我就要教大家怎樣在蘋果產品上 用廣東話輸入中文 我知道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種類的程式 大家可以買來安裝 但是今天我講解的方法就是免費的 首先你上網的軟件是要用Google Chrome 然後你就用Google Chrome上Google 之後再搜尋Google Input Tools 再按入這個 FILix 然後再按按按 clim summar 然後再按按按蝨 進入 ini這個畫面 바로按Install Google Input Tools 放大一点给大家看 再进来这个画面 你就按 Add to Chrome 接着它就会弹出这个问题 你就按 Add Extension 然后在右上角 放大给大家看 你就按下有个A字的 按照上面 然后再按 Extension Options 那你就会进来这个界面 在这里 你就可以将你想要的语言 加插下去 那我们就选 Chinese Hong Kong 广东话 你会留意 打中文的方法是非常之多的 但是我们是要选 广东话这个 接着它就会出了一个箭嘴 你就按在箭嘴里 就成功 将广东话加入Input Tools 那现在我们再在右上角 那里 再按一次这个按钮 然后再按 广东话 那就可以开始 在Google Chrome里面 用粤拼打中文了 但是大家要留意 因为这个是Google Chrome里面的程式 所以只是在Google Chrome里面 才能使用的 那我示范一次给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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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我可以打 首先你要去App Store那里 搜寻 CantoKey 月拼输入法 这个APP 然后就安装 因为我本身已经安装了 所以这里就写着 Open 当你成功安装之后 你就会见到这个APP 在你的电话里面出现了 当你按下去 你就会见到这个界面 那你不需要在这里做任何东西的 我们下一步直接就去到Settings 按下General 再按Keyboard 再按多次Keyboard 然后在下面这里 按下Add New Keyboard 那你就会见到不同的语言 接着你可以在这里按KantoKey 就是我们刚刚安装了的APP 当你在iPhone里面打字的时候 你就可以选择 月拼KantoKey了 那我现在就示范一下了 大家好 我是一心 就是这么简单了 好,就这么多 吃饭先 好,就这么多了